目前市场休旅车仍持续成长,对此各车厂都在该例行产品不断推陈出新,如此才能吸引消费者注意。尤其现今又以B7集聚产品最受欢迎。因此近日Hunday便公布将针对欧洲市场推出全新休旅产品Bayon。 之所以命名为Bayon,是因Bayon主要是针对欧洲市场推出的产品。因此车名灵感源自于法国Bayon城市,对于喜爱旅行的人来说是相当理想的城市。 而取名Bayon也意味着最适合市场与消费者需求的车型。至于Bayon相关资料Hunday并未多加说明。不过据了解会是与Puma Yaris Cross为同级对手。 因此车身尺码预计会落在4平方米左右。动力则应该会有一点铃声涡轮引擎选项。 其余更多资料只能等待。毕竟距离2021年上半年亮相还有一段时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